最近追劇追得很兇 再加上工作的關係 常常需要看字幕 大大的用眼過度 是時候該配一部眼鏡囉 今天我們要去的這間 不僅在全國各地都有分店 而且擁有80年的配鏡經驗 同時也秉持著日本匠人精神 絕對是台灣品牌的老字號 店長你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最近覺得看東西都不是很清楚 那不知道是不是眼睛的度數不夠了 所以我想要配一部可以保護眼睛的眼鏡 來這邊我們先請坐 謝謝 平常有沒有喜歡什麼樣類型的鏡架 我喜歡比較大一點的鏡框 這樣子 那我挑幾副喜歡你的類型的鏡框 那你再試戴看看 好啊 等我一下 這邊有選幾支框 我們都試戴看看 好 這個顏色這個框 也是都是現在流行的大圓框 這支是比較方的一個款式 你度數如果比較深的話 我會建議你也不能挑太大的鏡框 像這樣的大小適中都OK 那我喜歡這一部 OK 好啊 那我們就決定這支了 好啊 再來我幫你測一下你眼睛的度數 好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裡面請 謝謝 欸店長為什麼你們的厭光流程跟時間會比較久呢 因為我們有引進了27項的厭光密法 所以在檢測的過程中會針對客人的視覺的一個情況去做各細部的一個檢測 所以在厭光的時間會比較久會比較完整一點 哇這樣聽下來真的要找合格有證照的厭光師 而且品質有幸運的眼鏡行來配眼鏡 這是一定要的 那我現在介紹一款適合你的工作需求的一個鏡片 這種減壓鏡片呢 它會針對你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情況 看遠看近它會適合你的度數去做調整 那這個鏡片它保有抗反射還有抗灰塵 防潑水防油汙的一些功能 最主要它還有抗藍光的一個功能 你這隻眼鏡已經不適合你了 所以你戴起來會有頭暈不舒服的一個情況 我們這邊會建議你大概半年要定期回來 我們這邊幫你做個示意的一個檢查 然後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一直以為有戴就好 是 就沒想到這麼危險欸 那這樣的話我要回去把我家人一起戴過來 做示意檢查 真的要喔 不然它們到時候戴不舒服 踩空半島 是 受傷了就更危險 所以示意的健康很重要喔 秉持著日本一輩子只做好一件事的匠人精神 再搭配27道的視覺檢測流程 以及擁有合格證照的專業眼光師 德恩堂深度了解配眼鏡的消費者需求 為您打造量身訂製的眼鏡 insight 才可以做了解 予預測 兩台 黃酷 超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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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低